我們再來看有關刪除 OK 那刪除的話 特別注意 當然顧名思義 剛剛那個 點add的話 等於是新增 那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當然顧名思義就是點什麼 點drift就對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 刪除哪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很簡單 就是哪一個工作表 所以你可以練習的話 你可以什麼 檢視 即時運算式窗 如果要刪除哪一個 現在不能刪 現在只有一個 所以我先新增一下 P字新增 就這個 123班 然後如果你要刪除哪一個的話 那你可以這樣 兩個方法 續指 哪一個的話 比如說我要刪掉 不能刪第1個 我們刪第4個好了 刪班的 然後後面加一個點 delete 這樣就可以了 按enter 不過呢 你會發現 他一定會跳出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警告 就是跳一個警告訊息 問你說是不是一定要刪掉啊 那你一定要按這個什麼刪除 他才會刪掉 有沒有 那如果 現在如果你刪除第4個 現在沒有第4個 所以你如果按enter 他一定會出現錯誤 他跟你講說 正列除影 因為他沒有第4個 會出錯 那所以如果你要刪第3個的話 OK 那一樣 那除了說你用這個方法刪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裡面 假如不是數字 第幾個的話 你可以跟他講說 哪一個 工作表的名稱 比如說你可以 可以的嗎 二斑也可以 有沒有 點delicter 這樣子的話 他應該就會知道 一樣他會跳這個 二斑不見了 OK 那一施類推 一斑要不要刪 一斑也可以刪 但問題來的 我們如果說這樣刪 但如果要批次刪的話 該怎麼批次刪 我跟各位講一下 這邊的話呢 現在有一個 我們一樣 把這邊 把它改一下 一樣就是說 請各位呢 再增加一個叫 批次刪除工作表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 我先把它新增 新增三個 123 那我如果要批次刪的話 怎麼刪 理論上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要刪除工作表的話 我是建議 你最好不要 比如說我們可能就是 for i 等於 2到4 那比如說2 先刪第2個 再刪第3個 再刪第4個 可是會有個問題發生 就是說 如果你刪了第2個之後 因為工作表 他會往前推進 所以理論上我們應該先刪了第2個之後 再刪第3個 可是問題 他第3個會往前跑 所以第3會跑到第2去了 所以如果你要刪第3的話 就會刪掉原來的第4 那第4 假設你刪掉這一個之後 你後面其實都不見了 所以後面最後一個呢 就刪不掉 所以怎麼辦 跟各位講一下 我是建議如果你要刪除工作表的話 建議 你可以先倒過來刪 怎麼說呢 你如果先刪掉這一個 他不會影響前面兩個 再刪這一個 再刪這一個 這樣就什麼事都沒發生 所以建議 倒過來 那什麼倒過來 所以說 反向的回圈 for i 等於 應該是 第4 到 第2 OK 第4到第2 然後呢 記得反向的話 加一個step step -1 如果你是反過來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一定要加一個step-1 如果沒有加一個step-1的話 他 跑到跑4之後就不會再跑了 因為他 他理論上預設是加1 除非你在這個後面加一個step-1 OK 那接下來的話 一樣 就是打一個 去除非在這個 第1 第1 工作表 點 delete OK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 他就會 先刪第4個 然後呢 下一個就是 減1 step-1 所以第3個 再第2個 那理論上就是 3 2 4 3 2 OK 那就全部刪了 不過 會遇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刪完之後又跳這個 那變成說你一刪 然後他讓他跑 他又一直跳 一直跳 那如果還好我們只有三個工作表 可是如果30個 300個 哇那你不是一直按 所以呢 如果你希望 假如你要刪除工作表的時候 不要跳那個東西的話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可以把它關掉 那關掉的那個語法就是你要先呼叫那個Excel 他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 Application指的就是Excel Excel 你幫我做一件事情 所以幫我怎麼樣 關掉那個叫做Alone的 Alone就是一個提示 幫我把那個 顯示提示關掉 那顯示的話就是Displace 所以呢 電的電 後面加一個 DI 有沒有你會發現 關掉那個Alone Alone就是一個 訊息提示的視窗 所以 你就找到 幫我關一下 叫做顯示 這個警告的那個提示視窗這個東西 然後你關掉的話就是 後面加一個 等於什麼 等於Force 就可以了 OK 那跟各位講 這樣的話呢 他就不會一直跳那個警告 所以我們試一下 如果假設你這樣子 這個關一下 這個 然後把它指 這個 不是 因為這邊我好像有扣他 所以先把這個註解掉一下 先執行 123班 再來的話呢 刪除 那刪除的話 剛剛會一直跳啦 如果你把它關掉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你會發現他完全不會跳了 也就是不會一直問你說是否刪除 但是跟各位講喔 我還是建議各位喔 你如果把這個關掉之後 把它刪除完之後 建議還是再繼續把它打開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 你沒有把它打開的話 那以後別的地方應該要警告的 就不警告了 所以反而變 奇怪 那怎麼打開很簡單嘛 等於 本來是等於Force Force的話就關閉 把它等於True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刪除 所以上面是新增 123班 下面的話是刪除 OK 那當然如果說你新增 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 在新增之前喔 可以 先把它刪掉 奇怪 第四個 那不對 所以如果裡面沒有的話也不能刪 所以這個顯然是不能這樣 那這個可能就先不要call他 你先不要護教 不然的話 他一直行 假設沒 除非他本來就有了 本來本來有的話 像這種情況呼叫OK 可是如果裡面已經沒有的話 那你呼叫他 那就會卡住了 所以這樣不行 除非說要做邏輯判斷 不過 我覺得這個邏輯判斷 可能會太複雜 算了 先把這個先關掉 就不要 OK 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P字 刪除工作表 這個寫完的程式 雲端白板上面也有了 就在這裡 OK 還給各位 OK OK 那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如果我們要再把新增 搭配那個篩選 把怎麼樣呢 新增123班的資料 裡面順便帶123班的資料 放在各 別的工作表的話 那該怎麼做 好